哎呀 这种生活没有了 今天我们回到您说您反这个前旧化 那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英国正式独立了 对吧 英国独立了 成功了 您作为游学这个英国的人 你觉得这种独立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有很多个层面 第一这个经济啊 我不能说是好是坏 因为这个全球化已经长成了 成发展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 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 就像这个倩罗联体英啊 这个倩罗联体英啊 你现在要做手术 把它这一对啊 把它当中撕开啊 会有什么副作用 能不能两方存活 要得放在这个氧气箱里头看 现在我们不知道 我们能说的就是 因误解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手 这个王尔德的名言 能够用于英国跟欧盟的关系 欧盟的发展成 欧盟本身就是个错误 当初不叫欧盟 叫欧洲共同体 不叫EU叫EC European Community 欧洲共同体以前叫共同市场 对 共同市场以前只不过是六个国家 因为莱英和啊 流经这六个国家 因为这个上游中游下游啊 啊 他流经过不同的国家 可能一个水利啊 或者这个污染啊 这个要六个国家 大家坐下来谈 这个初心是对的 然后慢慢就扩张成为一个欧洲共同体 这也没问题 只不过你是签订了些经济的这些贸易 但是出问题以后是在苏东坡事件之后 这个欧盟呢 欧洲共同体啊 就赶快把东欧的这些吸引进来 成了一个所谓的欧盟大家庭 欧盟大家庭但是贫富悬殊 有发达的德国跟法国的 也有当时比较落后的 像这个罗马利亚保加利亚的 那么你这个 这个一座人呢 坐在这个这个大宅大宅门里头啊 肯定就有兄弟姐妹 英才失意 贫富悬殊啊 就这个不合 然后呢 你这个又把这么多人用不同的条约给捆绑起来 而且到最后德国是最富有的老大 法国是老二 因为他们的出口有科技 有汽车跟红酒 跟这个手带 然后呢 这个中国资金又加入 中国市场又开放 一下子乱投 然后呢 你把英国套件 好在英国当时 撒切尔夫人坚持保留英镑 不然你加入 废除英镑加入了欧元 更完蛋 到了今天谈来谈去 其实没有彻底的解决 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的边界问题 嗯 还有这个不愚区倒是勉强啊 还是是不是应该谈妥啊 是吧 这个倒是小事啊 但是将来啊 我看这个英国以现在今天这个约翰逊呢 啊 这么样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不三不四啊 这个形象啊 好像这个没有什么管制的强人的意志 我看他现在一定要跟加拿大 澳大利亚五眼呢 抱团 要找一个新的联盟 啊 然后呢 再在东南 五眼不能只是眼 要五人联盟 因为五眼是一个情报 是 五眼联盟呢 要把它落实到不只是五眼 而是五兄弟 啊 而是这个五个啊伙伴啊 团结就是力量 不要管这是眼睛 而且要一起这个步伐 而且要人民在无果之中互通啊 能够自由旅行 我认为啊 当然美国比较特殊 美国可以不参加这个 但是这个哎呀 美国但是美国 美国例外嘛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是吧 哎真美啊 而且你要美国开放让我去住 我也不敢 说实在 我比较加拿大 您知道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待了三年 加拿大的人呢 要跟美国合并了 美国想合并 加拿大不想跟你美国合并了 别搞错了 对对对 所以但是英国可以跟澳洲暂时啊 就不能说合并了啊 就把它建成一个跟欧盟的关系 然后让澳洲啊 纽西兰逐步的加入啊 这个为期可以五年可以十年 那美国加不加入无所谓啊 五国里头有四国能够变成这个欧盟的关系就不错了 他也你那不是还是有一个英联邦邻的这么一个一个框架 那个没用 没用的啊 这个英联邦里头 这个国家参识不起啊 乱七八糟啊 比方讲乌干达也是英联邦国家 是不是啊 尼日利亚也是英联邦啊 肯尼亚也是英联邦啊 这些黑人穷兄弟啊 怎么能够跟英国新加坡加拿大澳洲这些高端国家啊 同坐一桌 不可能的事 所以英国呢 他有了这个英联邦这种经验啊 在在参加欧盟你看见这些比较穷的前东欧国家 他早就应该知道不对劲但是你知道这个欧洲啊 他那种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这种平等博爱这种理想主义这种左翼的这种啊 如果你要是说这个走不通你是不是挑拨分化啊 是不是这个右翼思想啊 是不是有什么歧视啊 这个心理啊 种种啊 当然我承认欧盟是必要的 因为你现在面临俄罗斯跟西方价值观 这个敌对的一些国家 你会被他各个击破啊 然后呢 在当中挑拨 但是欧盟呢 该捆绑的 他不捆绑 该让他自由发挥的 他不让自由发挥 所以搞成今天这个天地 比方说 意大利能够跟中国自己签署一带一路 这个就不用欧盟去批准 是不是 然后呢 但是你意大利签的这个一带一路啊 会对整个欧洲会这个经济跟政治的平衡 有若干的影响 好了 现在匈牙利就不管你这个欧盟了 在国内立法规定 我不要这种性别绝对平等的所谓的政治正确 在教科书里强调 父亲只能够是男人 母亲只能够是女人 你不要给我乱来 什么同性恋婚姻啊 这两个男的男的什么 那个母亲可能是另外一个 这个一个什么 男性啊 然后是同性恋以后又收养 这个小孩 你不能够在小学中学去鼓励这种性别观 这个呢 是跟欧盟的这个原则 或者是大爱包容平等性别平等 这个是违背的 但是匈牙利不管 不管呢 自己立法好 因为呢 这种西方的这种政治正确 已经搞得的不像话 是不是 所以现在欧盟呢 这个意识形态 也有越来越极左的倾向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爱欧洲20世纪 有很伟大的哲学家 像维根斯坦 像卡谬 英国的罗素 他们都代表了一种 比较高端的高层次的这种理性 要是遇到这么 所以糊里糊涂的冲突 应该有第一流的哲学家 思想家来指明一个道路 现在欧洲没有 英国呢 也没有 所以现在纯粹是因为 经济利益的冲突 意识形态极左 跟这个理性和 这个中庸之间的这个矛盾 现在搞得要分手 这个世界大乱 这个仅仅是个开始 您觉得会欧洲还会进一步分跌吗 未来欧洲还会有其他国家分跌出来吗 我估计会有的 现在是匈牙利波兰 甚至是这个捷克 他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根本的一些 政策都跟欧盟的原则有分析 比方讲这个波兰 政府跟这个传媒之间呢 是有一点像这个布鲁斯康尼 当总统的时候的意大利 政府对传媒控制的有点像新加坡的风格 这个是欧盟觉得很反对 但是这个是对于波兰来说 我有这个必要 我不要这么多少数族裔的移民 有这么多的伊斯兰移民 从经过这个地中海 这里登岸 你叫 德国去收容 我不要 但是这个老大姐 默克尔夫人 这个是以前东欧共产党国家 过来这个老大姐 这最近这几年执政 真有点像革命老大姐的那种姿态 没看不过他的民意 最近上升的很快 我一旦 他早一段时间民意很差 要了下来 但是最近他的民意上升到70% 主要是认为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是搞科学的嘛 他学工工程的 他就是很拟谨 他完全不知年效 你发现没有 他就是这个这个不搞年效啊 他成了不解 不这个这个这个 不像这个这个 法国的这个总统啊 这个这个很随意 像一个法国男人很随意 他在旁边看到法国的这个总统 就像一个老大妈 看着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啊 就是觉得你很少看到他哈哈大笑很早看到他表演啊 但是德国人这个民族好像比较喜欢他真的拧紧 因为德国人 因为德国人是比较严谨 而且缺乏一点幽默感 对啊 德国人是非常的严肃啊 也可以说是比较冷峻 他对于发展这个科技啊 或者是这种是 是非常只是个优势 这个法国的德国的民族性 我认为啊 是非常的这个高端的 但是也欠缺了一点点的幽默感 所以个英法德这三个国家 不同的文化 有很多人呢 做出个比较啊 德国有德国的优势 德国也有德国的缺点 比方讲如果你是学医的 我认为去德国学可能比法去法国好啊 我认识几个香港人在德国 学这个眼科的医生呢 啊 你住了几十年 娶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女人呢 他回来香港啊 那个举止行为都跟德国人一样 不能开玩笑的 本来广东人很幽默 不行的 正清为座啊 就这样啊 这个人呢 内在都已经日耳漫化了 是吧 就有一个叫关于谦 啊 就是立万 也去世了 很滑头 很滑头 他就不像德国人 住了几十年 还是像中国的 以前的这个一个 带有干部啊 这个气派的一个知识分子 关于谦 香港也写过很久的 很长时间的文章啊 在信报是 对啊 他的德文修养很高 我也见过他一面 不过他去世了是吧 也去世了啊 去世了 他还有很复杂的这个这个背景呢 对了这个复杂的就是啊 这那个年纪能够从中国在文革后能够去德国啊 写出这么一个久死一生的经验 也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人人有一卷未聊的账啊 是不是啊 不过 哎 没办法啊 那个时代 也就是甜酸苦辣啊 能卵自知 是不是啊 不过关先生到了德国还非常的爱国 很愿意替大使馆团结这个德国的若思想落后的华侨啊 或者是跟德国的知识分子介绍这个新中国的成就啊 啊 然后呢 就是说哎 我们中国呢 是缺点是有的啊 但是我们怎么怎么呢 还是这个前途啊 很光明的 这个那个啊 当然这个娓娓道来说的也蛮动听的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是觉得也是令人感慨 关于关于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他自己辛辛苦苦逃出来 至于他变成一个爱国者 所以我说关于谦博士在德国住了几十年还是一个中国人 他不像德国人 他太太反正是也是一个很让人尊敬的德国学者 这个只能够说这个只能够说共产党很高明 他前半辈子把一个人造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后半辈子离开了 到了德国这么一个文化浓厚的这个地方 啊 还是 就是说这个气质跟性格啊 还是离不开这个三千年中国文化和七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深厚的背景 这个也是很厉害啊 我是长见识啊 我跟这个官先生的一些啊 读他这个大作啊见他面 我是长见识 有没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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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